那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台湾记者获得的消息 目前已知的46名遇难者中包括三名大陆配偶 其中两人在台均无其他亲属 关于有大陆配偶在高雄火灾中罹难一事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0月15号表示 我们对罹难的大陆配偶表达深切哀悼 正在抓紧了解情况 将积极协助家属处理各项善后事宜